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启动梦想吸引力的七大趋利跟十一个宇宙法则 我想会拿到这片CD的 应该是已经购买这本书的读者 那如果说对于一个读者 他把这本书带回去了 可是还没有开始去读这本书的话 不知道你会怎么介绍这本书 我想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结合两个很重要的部分 一个是之前流行的吸引力法则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商业世界上面 会需要知道的一些技术方面的技巧跟策略 所以呢在秘密之后 很多人可能在内在的世界上有点追求 但是却没办法实现所有的愿望 那这本书呢就提供了一个很明确的行动方案 让你知道怎么样整合内外在 然后呢能够实现你的渴望跟愿望 那我想其实可能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其实很多人他在学习一些 所谓的内在法则之后 他可能发现说 这些都很棒 那让我感觉觉得读了之后非常有view 可是回去之后他发现说 他的生活好像没有对应的做一些改变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本书其实他去提供了一些 在实际的操作层面 可能是在行为上面的一些 可以依循的一些方针嘛 嗯没错 OK那我看到这个目录里面 其实我想架构 它是依循在两个主要的部分嘛 一个是我们讲到七大驱历 跟十一个宇宙法则 那在这个七大驱历它的起源 是什么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七大驱历其实是源自于一个叫 the phenomenon这个字 它的意思是说 人在呢六到十二个月内 可以做到你过去六到十二年 可能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所以呢在国外就有一个老师 Dane Kennedy 他把这个现象呢 把它命名为the phenomenon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都有可能可以经验到这样的现象 跟起向 所以他归结在国外 很多的成功创业家 都有发生过这样的起向 可以用七大驱历来综合 他们都符合这些特质 所以能够启动他们生命的起向 也就是说这一些成功的创业者们 他们获得这样的成功 其实去做研究之后发现 他们有这些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符合这七个条件 对 没错 那在这七个条件里面 有没有哪一个是你个人觉得说 最有感觉 或是你自己最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可以去验证说 真的这七大驱历 其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去达到这个所谓的成功起向 我觉得第一个消除构想 跟时间的这个时间差 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我以前从当一个老师 然后到创业 其实就还蛮符合这个步骤的 因为本来我在中山当英文老师 后来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到澳门 去担任英文老师 其实这个决定的过程 其实只有短短不到大概半个小时 对 然后就在我抓紧了这个机会之后 我后来发现我去澳门的这个决定是对的 然后也在我的后续的人生当中 实现了一些梦想 比如包括第一年可以公费代学生去留学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趋力真的是在一些 我们所谓的行动派人身上 它可以产生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刚才提到这个 比如说争取到去澳门工作的机会 这个部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对比 比如说有没有人他是 比如说你的同事啊 他可能也知道这样的机会 可是他没有采取行动 然后就错过了这样的机会的 应该是说那一年师大的实习辅导处 他寄了一封信给所有毕业生 但是后来发现到现场去听这个说明会 就是澳门的教务长 他希望网罗一群台湾的优秀老师 可以到澳门去任教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出现在现场的人并没有很多 然后我呢是本来其实已经忘记了 但是就在最后一刻想起来的时候 我赶到现场 但是那个说明会刚好已经结束了 可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就抓紧了机会 又再跑去问教务长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再个别面试 让我能够至少争取最后一个希望 最后呢我们是在外面的一个场地 英语面试 然后很幸运的到最后 我也真的成了一个里面的一位老师 看回过去 发现很多人可能安于舒适圈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 只要在高中里面当老师就好了 所以我说如果before after是 我抓紧的这个机会 可以让我离开原本的舒适区 然后呢进到一个 可能可以挑战自我的一个领域去 所以这个跟其他的 选择这个教育学成这条路的人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对于很多在 他目前是老师的 其实应该不只是只有 你知道这样的消息而已 应该是全部的人都知道 但是有很多人他其实是选择 可能他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他没有去采取行动 对或者是觉得说 其实一般当老师 你有教育执照 然后呢在学校大概25年 这个是很安稳的生活 没有必要的话 大概不会有人想要 跳离这个圈子 然后去一个陌生的环境 而且那个时候 澳门其实还并没有 像现在这么发展 后续这两年的发展 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其实是在那个时候 看到了一个隐藏的机会 然后呢让自己能够 踏上这个浪潮这样子 OK所以在这样子的概念 跟这样的例子里面 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去想一下 就是有没有 在你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曾经有过 这样类似的状况 就是你其实有一个idea 那你觉得说 如果怎么样做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或是生活就可以前进到 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因为你没有采取行动 最后结果这一个机会 他就白白留掉的 那我想这是这一个趋利 消除这个想法跟 行动之间的时间差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好那七个趋利聊完 我们来进入到 11个宇宙法则这个部分 有没有哪一个法则是 还是哪几个法则 是你想要特别提出来讲的 像最后一个 交换跟牺牲法则 可能刚才延续前面的 交换跟牺牲 对 就是每一个 如果说你把人生的所有事情 都看成是一个生意好了 都是一个交易 你想要得到这个东西 你势必必要有其他的东西 来作为交换 可是有人听到 他的另外一个名词叫牺牲 会觉得有一点沉重 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一定要牺牲 我的一些自由或是时间 然后来交换我要的东西 可是法则就是这样子 就是当你需要的这些 他必须要付出相对的努力 跟代价 你就是用这样子来做交换 对 但这个是往正面去前进 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是 比如说我们要健康的身体 我们可能要牺牲的就是 我比较要尽量少吃垃圾食物 不能喝可乐啊 然后吃薯条啊 之类的这样的 那你如果想要 我们讲延续健康的身体的话 可能它包括说 你会需要牺牲一些时间 可能牺牲 你摊在沙发上面 很舒服的看着电视的时间 然后你要去操场上去流汗 透过这样的牺牲 你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 好那我们这个导读CD 我想就到这边 那希望你能够喜欢这本书 享受这本书 而且让这本书 真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发挥作用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这个导读CD到这边 有缘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